我就一个儿子 春生 我就一个儿子 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 他让你给撞死了 你开什么车 你开的什么车 福贵怎么也没想到 与有着过命交情的春生重逢 竟是在儿子的葬礼上 而多年不见的好兄弟正是杀人凶手 尽管他掏出了200元巨款做赔偿 但福贵仍然心如刀割 因为在他颠沛流离的半生中 金钱早已失去了价值 在解放前的40年代 金钱对于福贵确实很重要 对于他这样好赌的纹酷少爷 金钱就是他的快乐之源 尽管他捋读捋书 但仗着家里是三代地主 他总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就在厚厚的账单上签字画牙 甚至有闲情意志点评起小曲 福贵顿时来了兴趣 黄悠悠地走进后台 熟练地拨动乐琴 眉飞色舞地唱了起来 等他唱得尽了性 龙儿便叫醒彻夜等候的仆人 有一个大旁丫鬟将提倦至极的福贵背回家 通宵赌钱 清晨归家 这样的日子在福贵二十几年的生命里 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老父亲的叫骂声也如往常般响起 将父亲气了个半死 福贵黄悠悠地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就要补觉 老婆家珍却在一旁抽气起来 原来小两口早有约定 只要家珍怀上二胎福贵就戒毒 可怀孕前她答应得痛快 但怀孕后就变了挂 夜晚却又再度钻进赌场 兴致勃勃地摇起了头中 忍无可忍的家珍找了过来 正在信头上的福贵仓促搪塞 不料家珍这次却舔了心 福贵不回去她说什么也不走 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福贵顿时勃然大怒 对着老婆发起了火 出去 滚远那儿行不行 出去 三言两语赶走了家珍 福贵又赌得热火朝天 在越发激烈的小曲声中 她不断签字画押 赌债激增 直到龙儿悠闲地端起茶杯 赌局才终于停了 因为她已经没了赌本 将她抵押的房屋填产 输了个干净 福贵少爷 您府上那院房 连半间都没给您剩下 您千万别灌我狠心 我实在是太喜欢那院房了 是雷是雷 直到龙儿要走 福贵这才如梦初醒 知道自己被套路 便拉着龙儿还要赌 却被人墙安在椅子上 福贵没了房屋填产 龙儿也再不拿她当少爷 得意洋洋地走出门去 急了眼的福贵要赌命 赌场老板却抑郁道破天机 福贵浑身贪软地走出了赌场 庄于明白酿成了大错 家珍早已等她多时 对于丈夫她已经心灰意冷 决定带着孩子回娘家 当家珍坐上人力车远去时 虚福贵彻底陷入绝望 仅仅一夜之间 她因为赌博失去了所有 呼嚎声回荡在寂静的夜里 恰如徐家彻底走向破坏的晚哥 次日龙儿等人如愈而至 只等老爷子按下手印 交割徐家全部的房屋填产 我以为我用得死在这院里 不贵 祖宗的家业当然无存 老爷子因此激活公信当场婚死 而她这一岛再也没起来 终究一语成衬死在了院里 福贵向条丧家之犬低垂着脑袋离开了徐家 过上了卫生计奔波的日子 可四体不勤的她毫无常处 只能靠变卖家传器物生活 她虽有幸在街头叫难 却半天也没张开嘴 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时 福贵几乎成了乞丐 随时有可能动辟街头 然而在这最艰难的时刻 善良的家珍却回来了 她牵着大的抱着小的 推开了福贵家的屋门 婆婆顿时喜出望外 身上的病一下好了一半 女儿凤霞找到了福贵 将干苦力的父亲拉回了家 老婆离开时怀着身孕 回来使儿儿子已经满月 把福贵乐的一个舌子呀 还询问有没有给儿子起名 起了 叫个不赌 许不赌 再也不赌钱了 谁起的 我 不赌好不赌好 我后来再没赌过 下辈子也不赌 当奶奶的慌了 还以为孙子真叫不赌 家珍却微微一笑 说儿子名叫有庆 奶奶顿时眉开眼笑 一家人终于团聚 尽管小吴窘迫如鸡龙 福贵却感觉生活很有笨头 为了让日子好过一些 他第三下四地找到了龙儿 有心想借点钱做小生意 可当他好不容易张了嘴 龙儿却说救济不救穷 一分钱也没给 是给了他一箱披影 我当披影班主的时候 从不跟人张卡 这钱 你得自个儿挣 福贵就此成了披影班主 当年用来消遣的玩意儿 成了如今赖以生存的营商 而赌场的小跟班春生 也和他一起耍起了披影 尽管走街穿巷很辛苦 但日子却一天天好起来 这天福贵正唱的起劲 春生也正耍得高兴 一柄刺刀却猛然划开目睹 解放前夕的国民党会兵来了 他们就此被抓了壮丁 由于惦记着老婆孩子 福贵东张西望的想逃跑 却得到了老权善意的警告 眼下方圆百里都是溃兵 即便他能跑出这个军营 再次被抓也是迟早的事 倒不如既来志泽安之 先保住自己一条命 当寒冷冬天再次来袭 福贵已在军中待了半年 国民党败局已定 三人色索在战壕里 共同分享着一壶酒 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可当他们一觉醒来时 却发现军营已空无一人 原来解放军即将发动冲锋 士兵们早已各自逃命 福贵本来也想逃 老权却很淡定 逃跑有可能被流弹打死 留下来不仅会被优胆 想回家还会发露肺 只要你肯把双手举起来就行 两人顿时没了逃跑的心思 举着两条胳膊在雪地里乱窜 春生看见汽车就挪不动腿 钻进车里过起了肝影 福贵的呼喊声却突然响起 春生慌忙跑过去一看 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尸体 这些人在昨夜还是伤病 乱世彻骨的寒冷 已彻底夺取他们的生命 正说话的功夫 抛弹打了过来 两人慌忙到头手窜 却被老权拦住了去路 从昨晚披的衣服上 老权发现了亲弟弟部队的番号 这说明弟弟可能死在了这里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三人在伤兵堆里翻找起来 不料凭空一声枪响 老权应声倒地 当两人把他拖进战壕时 老权已经没了气息 他终究再没见到弟弟 两人把大衣带在老权身上 正准备将其安葬 却听到了远处的闷雷声 福贵抬头一看 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解放军 两人顿时慌了 拔腿就要跑 福贵还不忘拎着皮影箱子 但没等他们跑出多远 解放军已如潮水般涌了过来 两人想起老权的话 赶紧将胳膊高高举起 正如老权所说 他们果然得到了优待 福贵偷逃暴力 开始为解放军唱皮影戏 直到第二年的夏天 福贵才告别留在军中的春生 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的脚不是那么的轻快 一刻不停地走到了深夜 可当他正准备回家时 却遇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女儿凤霞正抱着冷户 挨家安户收钱换水 凤霞 凤霞 凤霞没说话 只是咧嘴笑了起来 他扭头看向妈妈 家珍正背着孩子艰难灌水 家珍 思念变成了一声高呼 福贵快不向老婆跑去 我回来吧 我回来吧 家珍扑进了丈夫的怀里 艰难日子中积蓄已久地哭声 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福贵不在的这些天 母亲已因病去世 凤霞也因一场高烧永远变成了哑巴 再也叫不了爸爸 查局爸爸看着自己 他只会咧着嘴笑 福贵也笑了 眼里却渗出了泪花 解放军已进了城 建立了崭新的政权 镇长得知福贵回来 特地前来慰问 也带来一个令福贵意外的消息 龙儿被逮捕了 因为他名下的虚家老宅 龙儿被定成了地主 还因为反抗分房烧掉了老宅 被认定为反革命 即将展开公审大会 把女儿房给烧了 烧了好几天好几夜 你们家的木头可真好 那不是我们家的木头 那是反革命的木头 是反革命的木头 那当然了 你是你 他是他们 在公审大会那天 福贵跑来接受教育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龙儿竟然被盼了死心 在斩壁如临的人海中 龙儿被压了过来 看见他的眼神 福贵莫名感到胆战心惊 顿时觉得膀胱发紧 一溜眼钻进了巷子 当他站在一棵树旁小姐时 心形的枪声响了 福贵被吓得腿软发抖 一哆嗦尿了一裤子 他讨厌式的跑回了家 直到看到家真 才说出几句葫芦话 母枪 母枪 把龙儿毙了 命运就是如此奇妙 福贵当年输光了一切 却偏偏赢回了自己的命 时间来到了五十年代 全民掀起了大链钢铁的高潮 当镇长来收铁器时 福贵和家真早已等候多时 按政策所有铁器都要交出 福贵嘴上说着没有 友情却把皮影箱子拖了出来 嚷嚷着要把铁钉拔掉 把皮影上的铁丝拆走 眼看老伙计就要不保 尽管福贵心中万般不舍 却只能眼巴巴看着 家真问工地上要不要唱戏 这无意间的一句话 却给他提了个血 镇长顿时动了心思 决定让福贵重操旧业 唱皮影戏给大家骨精解法 皮影好不容易保住 友情却又冒出一句话 那不解放台湾了 要解放要解放 台湾是一定要解放 福贵眼看着镇长走远 气得对儿子呲牙咧嘴 调皮的友情却黑黑直笑 在共和国的光辉中 凤霞也长成了半大姑娘 仍干着提人灌热水的银声 由于她是个哑巴 时常遭到熊孩子的欺负 友情听到传来的小闹声 立刻跑来替姐姐出头 却因为敌重我管吃了亏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友情决定实施报复 不仅要了一大碗面条 还放了许多辣椒和许多醋 然后悄悄地来到熊孩子身后 斑板凳 倒面条 一气呵成 替姐姐狠狠出了口恶气 熊孩子爸爸勃然大怒 知道福贵曾当过地主 便开始上纲上线 说他只是蓄意破坏大食堂 福贵想起龙儿的下场 仍心有余悸 只好大声让儿子道歉 不料友情偏犯了倔脾气 福贵顿时下不来台 脱下鞋便痛打他的屁股 只打得友情哭爹喊娘 眼看儿子被打 家珍当妈的不乐意 指责福贵打得太狠 福贵却仍振振有词 说友情给家里惹事在先 下次犯事还要打 家珍立刻将儿子牵来 让福贵打给他看 一听家珍这话 福贵顿时没了脾气 而当得知儿子是为姐姐出气后 福贵内心更加愧疚 却又抹不开面子承认错误 只说晚上要唱戏 专门唱给儿子听 有见不倔 什么破戏 琐碎的争吵一笑而过 幸福仍是生活中的主基调 当晚福贵特意唱了 儿子爱听的戏 友情果然爱听了 手里还捧了一碗 加了醋的茶 母子俩心照不宣 不知情地福贵喝了 一口全吐在了目部上 她气急败坏地 撵着儿子跑 把家珍娘俩 逗得哈哈大笑 也逗笑了一张张 虎红的脸庞 经过通宵达旦的劳动 炼铁终于有了成果 镇长抬着块黑铁疙瘩 招摇过时 宣布以取得关键性的胜利 食堂里要包饺子庆功 每个饺子里要包一头猪 大家要放开吃 藏开吃 吃饱了接着干 15年赶上英国 超过美国 猪大华下 咱们炼的钢铁 能造三颗大炮弹 都才娘子打到台湾女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床上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饭桌上 一炮打在蒋介石的毛坑里 让他睡不成觉 吃不成饭 还拉不成雨 咱们就接崩台湾了 掌声顿时响成一片 每个人都喜气洋洋 孩子们却累得不行 家珍心疼孩子 让他们睡醒了再吃饺子 学校里却来了帮学生 让友庆去学校参加活动 好迎接区长的检查 家珍心疼友庆 却叫不想让儿子去 福贵却生怕落后于人 让家珍打包了20个饺子 亲自背着儿子去了学校 还嘱咐友庆吃饺子时 一定要用热水泡着吃 儿子已经困得争不开眼 福贵却仍有说不完的话 在贫穷却安稳的日子里 他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你看啊 咱们家 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养大了 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 牛以后呢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 就天天吃饺子 天天吃肉了 去学校的路走完了 也正如他和儿子 有亲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晚上福贵照例唱戏 一个小孩却突然跑来 在喧闹中说出一个 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有亲被院墙砸死了 福贵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可当他走进人群 看见血头血裂的儿子后 顿时崩溃了 有亲 怎么了有亲 答应了 爹来了 给你哼一声有亲 有亲叫爹 有亲 儿子的突然离世 让福贵贪软了身子 家珍也在此时闻讯带来 镇长生怕孩子娘承受不住打击 慌忙让人把有亲抬走 在汹涌的人潮中 家珍与有亲虽有咫尺之遥 却隔着生与死的鸿沟 在有亲的葬礼上 家珍又拿出一盘饺子 不多不少刚好二十个 想起儿子临走也没吃饱饭 当娘的顿时气不成声 偏偏这个时候镇长拿来了花圈 是去长前来探望了 可福贵怎么也没想到 开车走神撞倒院墙 令院墙砸死了自己儿子的去长 竟是分别多年的春生 悲痛欲绝的福贵将他推了个量强 让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 恩怨哪是几句话就能轻易解决的 春生不再恳求他们的原谅 却将扫服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 再回去的路上 春生一直低头不语 车旁却传来吵闹声 镇长的一句凤霞吸引了春生的注意力 原来是凤霞砸了车 这会儿正与司机拉扯 干什么你 他把车磨砺砸坏了 上来就拿石头砸磨砺 也不是这谁家的孩子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放开他 还恨你砸 你正常砸 这磨砺都砸坏了 这车你还坐不坐了 不坐了 春生满腔怒火 他恨自己也恨汽车 可一切终究无法挽回 就如同悄悄逝去的时光 当时间来到六十年代 惊天动地的文革席卷神舟 福贵的皮影终于留不住 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皮影稀释典型的四九 于是在镇长的强烈建议下 承载了福贵一家无数记忆的皮影 在火盆里烧传了屡屡青烟 福贵本来还有些惆怅 镇长却替凤霞解决了终身大事 领着一个叫万二喜的工人 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家门 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开始了 两人一个话不多 一个说不了 只打了个照面 凤霞就扭头回了屋 瓦二喜也像完成了任务似的 饭也不吃 站起身来就要走 福贵家珍一直将他送出门 对这个准女婿满意的不得了 人忠厚老实 又是工人出身 除了腿有点毛病外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眼看好是将近 老两口真为凤霞买新衣服用的布料 却突然得知一个坏消息 福贵 福贵 你们家出事了 一帮的造反派人冲领家呢 一听是个瘸子 家珍想起了万二喜 惦记着凤霞的安危 两人慌慌张张往回赶 却碰见女儿正与准女婿绘绘画 原来万二喜不是抄家 而是修闪 她上次看着房子旧了 便默默记载到心里 这次带着工友将里外装修一番 见准女婿这么实在贴心 福贵和家珍打心眼力打到高显 婚事水到渠成的举行 在热烈的氛围中 凤霞被万二喜接走了 凤霞也正是长大成人嫁作人妇 而当婚礼结束 福贵和家珍返回家中 却发现春生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她知道凤霞今天结婚 便早早地感到祝贺 却不愿扫了家珍的心 才一直等到婚礼结束露面 有庆的肆意过去多年 福贵早已经释怀 家珍却仍不能与过去和解 当福贵让她欺查时 家珍却借口烧水堵着不见 大人 这事总得过去吧 今天再照了全家福 就少有庆了 福贵也沉默下来 院子里却传来春生的声音 她知道家珍无法释怀 也不愿意再强求 便留下礼物主动离开 春生再来的时候是夜里 她已被认定为走资派 隔三差五的批斗让她满脸憔悴 而她之所以冒险溜出来 是为了给福贵一个存折 里面有她的全部寄血 这么多年以来 有庆的事一直是她的心病 半夜跑来就为这事 我就为这事 这事了了我就踏实了 我这辈子就不欠什么了 福贵听出她话里有话 在一个劲的追论下 春生这才说出实话 原来她老婆自杀了 前因后果却一概不知 就连尸首也没见到 只接到了一个死亡通知 在看不见希望的日子里 她也快坚持不下去了 福贵生怕她也走上绝路 将存折又还给春生 说让她替自己好好保管 福贵正苦口婆心地劝着 家珍突然推开了门 多年放不下的心结 在此刻焕然冰逝 春生却不敢多留 急匆匆走进了夜幕 家珍仍不放心地喊道 春生你记着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 你得好好活着 春生离去的脚步一顿 站在光明中回望一眼 家珍的这句话 给予了她莫大的鼓励 受到运动波及的不止春生一人 怀胎十月的风霞快升了 福贵和家珍来给镇长 送红鸡蛋表示感谢 却得知镇长也被划成了走资牌 即将接受组织的调查 从镇长家里出来 老两口来到了县医院 对即将生产的女儿千叮名万嘱咐 却发现医院里的医生 都是些年轻人 家珍难免有些不放心 便让二喜去打听打听 为了保险起见 瓦二喜从牛棚带来了一名医学教授 富贵见他饿得有气无力 便买来了一包馒头 不料却好心办了坏事 由于太久没吃东西 王教授一口气吃了七个馒头 竟撑着喘不上起来 众人慌忙给他灌水 好歹才让他顺过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凤霞也终于生了 孩子平安落地 足有七斤二两 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 瓦二喜正与工友分享喜悦 意外却再次发生 凤霞突然大出血 毫无经验的小将们束手无策 你慌什么 干我小爸爸 我们这学生都没处理过 不会啊 王大夫行不行 把他给叫来 对 对 对 王大夫行 他是教授 他会 他一定会 众人于贯而出 都把王大夫当成了救命稻草 可当找到他时 却发现他已奄奄一息 原来吃多了馒头不能多喝水 否则会在胃力膨胀 王大夫足足吃了七个 状态已经接近休克 瓦二喜不管不顾地要把他拉过去 凤霞却突然喧道病危 在家珍撕心裂肺的痛哭中 失血过多的凤霞脸色苍白如指 钟小将虽忙得不可开交 却仍跨越不了 需要时间积累的医学壁垒 家珍已哭成了泪人 但仍没能留住女儿 凤霞因失血过多而死 他埋在了友庆的旁边 与弟弟在黄泉团聚 而他用生命换来的孩子 在他去世的六年后也已长到了六岁 恰如他生命的延续 每次来给封霞上粉 福贵总忍不住回忆往事 说当年不该让友庆去学校 说不该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 他对人生中的遗憾总是念念不忘 但在劳道过后 他仍有内心好好过日子 为了哄外孙开心 福贵给他买了一窝小鸡 沉寂多年的皮影箱子再度派上了用场 如同当年对友庆一样 福贵又念叨起来 鸡长大就变成了乐 鹅长大就变成了羊 生活虽然经常让他效忠代位 但活着就是要一天比一天更有叛同